HELLO 大家好 我是虎牙 那麼今天我們來到的這裡是2020的電信工會 AI資通安全智能應用展覽會的活動現場 那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我們台中麗寶的芙蓉大飯店 那在後方可以看到就是我們三聯男品電信的攤位 三聯男品享樂生活 那今天在這裡呢 我們要帶著大家一起來看一看囉 這場電信工會全國自強活動暨AI資通訊 安控智能應用展覽會 2020年11月15號星期天上午開始 在台中市厚禮區的芙蓉大飯店舉辦 主辦單位特別邀請了自安、安控、電信、防疫科技 跟AIOT人工智慧物聯網的廠商業者參加 電信工會理事長李金馳在開幕中致辭表示 這次邀請NCC、工業局跟立法委員到場 就是希望推動六大核心戰略產業 提高台灣網路科技的競爭力 所以我想透過不同大大小小的展覽 讓台灣的5G的實力 讓台灣5G可應用的方面 讓更多人知道 甚至讓國內外的buyer 有這樣的一個機會可以去接觸到 我相信這個都是台灣經濟 面對下一個挑戰所必須要去做的 展覽會中 電信工會也以資安及國安的觀念 推動台灣規劃設計、製造跟應用 部署以台灣安全為優先的產品 另外為了因應目前最夯的網紅跟直播市場 來自高雄市的三聯南平電信公司 特別在現場展示一場直播秀 有網紅主持人虎牙、三聯南平主席徐少東 立法院副院長蔡奇昌 三個人模擬演練連線直播的情況 希望在我們中央級副院長 這次首肯以及總統的賀殿 以及前建安院長各級長官 給予我們的支持下 我們都希望5G的時代來臨 市場重新分配的過程中 我們這些數名中小企業的經營者 我們能夠共同把整合區塊鏈 讓我們的事業 讓我們所看到的願景 讓我們台灣成為真正的台灣國家隊 電信工會理事長李金池表示 除了要強化各項資安措施之外 電信工會成立的國際經貿委員會 結合多方面產業資源重組供應鏈 配合政府相關單位的政策 大力行銷台灣的產品 打造MIT的電信資安科技產業奇蹟 記者陳文旭 蕭有金 台中報導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